快看,一群小奥特曼正在练习武功,旁边还有奥特之王在指导他们,他们都拿着萝卜刀,只有小赛罗一个人没有萝卜刀,可是他还是跟大家一起练习,可旁边却有一群小朋友在那里嘲笑他。 小赛罗,你到底怎么回事?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,我们的武功必须配合萝卜刀,每次就你一个人不带萝卜刀,你看旁边一群小朋友来嘲笑你,你都不觉得丢脸吗? 不是的奥特之王爷爷,我也想去买一把萝卜刀,可是我赚的钱有更大的用处。 你年纪轻轻,一把萝卜刀都舍不得买,那你还怎么练习功夫?我不想听你的理由,你明天一定记得带上萝卜刀来练习功夫,我可不想我交出来的徒弟,被其他小朋友嘲笑。 可是谁也不知道小赛罗是有苦衷的,每天练完功夫回家后,小赛罗都有做不完的工作,就是为了多挣一点钱。 即使外面下着雨,小赛罗还是骑着外卖车,到处送外卖,一天下来就挣几块钱,可是他还是舍不得去买一把萝卜刀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赛罗爸爸,我回来了,你的病好一点了吗? 原来赛罗得了一种奇怪的病,每天都会全身发抖,而且还被黑化了,只能靠奥特勋章的能量,才能获得一丝能量,这样才有可能恢复光明。 赛罗爸爸,你不用担心,我一定赚更多的钱,买更多的奥特勋章,回来帮助你。 小赛罗呀,我真的对不起你了,都怪我能力不够,还要你来保护我。 赛罗爸爸,你别说了,我相信只要我坚持下去,总有一天会帮你恢复光明的,我要去练功夫了,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。 我可怜的小赛罗呀,真的是苦了你了,我也去学校看看,看你过得怎么样。 小赛罗,我都说了多少次了,你今天怎么又没带萝卜刀来,你看这群小朋友又来嘲笑我们了,我不能再教你功夫了,你还是自己走吧。 于是小赛罗只能一个人离开了,他又骑着外卖车,开始了送外卖的工作。 小赛罗呀,你这又是何苦呀,为了帮助我,你这也太辛苦了,我还是自己走吧,我要一个人躲起来,只有这样你才能好好地学功夫,别人也不会嘲笑你了。 赛罗爸爸,你看我今天赚了两个奥特勋章回来,你一定会很快恢复的。 我的赛罗爸爸去哪里了呀,他怎么不在家,他还没有恢复呀,我把他的帅照发出来,你们有谁看见过赛罗吗?如果你们看见了,一定要告诉我,拜托了。 书不安的阴晴还圆去,半生风雪,吹不散花落世界的眼泪,换不回,哭言总要难飞,心是谁了解,唯有明月来相随,思念与我眉间有几分憔悴。 这天赛罗正在坐着玩手机,而格力乔正在家做饭,准备给小赛罗做一顿美餐,不出意外的话,意外就要发生了。 赛罗爸爸我回来了,赛罗爸爸我回来了,赛罗爸爸我回来了。 赛罗我怎么看见,有三个小赛罗,你又没有看见? 格力乔你是不是老糊涂了,我们怎么可能有三个小赛罗,我们明明就一个小赛罗而已,我看你是老眼昏花了。 你这个赛罗,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游戏,我看你是什么都不管了,我到时要去看看怎么回事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,怎么有三个小赛罗呀,你们到底谁才是真的呀,我劝你们识趣一点,小怪兽自己站出来,不然等赛罗把你们找出来了,你们可就惨了。 格力乔妈妈,我才是真的小赛罗呀,难道你都忘了吗,你看我帅气的外表,我病个生你就不认识了吗? 格力乔妈妈,你可别相信他,我才是真的小赛罗,我这顶帽子还是你送给我的,你这么快就忘了。 你们两个小怪兽,我才是真的小赛罗,你看我这个帅气的头冠,这可是赛罗爸爸给我的生日礼物,你不可能忘了吧,格力乔妈妈。 哎呀呀,你们这可为难我了,这叫我怎么才能找出小怪兽呀,赛罗你快来看呀,这里有三个小赛罗。 什么,谁这么大胆,居然敢冒充小赛罗,等下被我找出来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我的儿子小赛罗最爱唱歌跳舞了,现在你们就给我一起表演,我倒是要看看,谁才是真的小赛罗。 哎呦喂,费利亚老爹可没教过我跳舞,我感觉我跳不下去了。 你可别说了被小黑,我也快跳不下去了,我感觉我马上就要露线了,我们再坚持一下,赛罗和格力乔就是吓唬人,他们怎么可能认出我们? 格力乔怎么样,你认出谁是假猫的小赛罗了吗?赶快把他们抓出来,我要给他们颜色看看。 你都认不出来,你叫我怎么认,不只有求助屏幕前的小朋友了,小朋友们,你们能找出谁是假猫的小赛罗吗?拜托了。 快看,一群奥特曼正在愉快地玩耍,他们都有爸爸在身边,唯独小赛罗一个人蹲在地上哭泣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小赛罗,不是我说你,你怎么一个人来?你的赛罗爸爸不是很厉害吗?他都消失几年了,他怎么也不出现,真的是笑死我了。 于是小赛罗一个人伤伤心心地离开了,他飞快地跑回了家里。 格力乔妈妈,我的赛罗爸爸到底去哪里,这都几年了,他只从走了以后再也没回来了,他难道就这样消失了吗? 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陪伴,就我一个人孤孤单单,你快告诉我他去哪里了,我要去找他。 小赛罗呀,我也不知道你赛罗爸爸去哪里了,在几年前的一个夜晚,怪兽入侵了地球,于是你的赛罗爸爸就出门打怪兽了,他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了,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,我只听说有人在海里见过他,也有人说在山上见过他,具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。 格力乔妈妈,我这就出去找赛罗爸爸,我相信我一定能找他回来的,我可不想做一个没有爸爸的小孩。 小赛罗你可一定要小心呀,你一个人出门在外,你戴上这把萝卜刀,遇到危险的时候,就用它来保护你自己。 于是小赛罗戴上了萝卜刀,开始了他的旅程,他真的能找到赛罗爸爸吗? 我听说有人在海里见过赛罗爸爸,我这就去海底找我的赛罗爸爸,大鲨鱼呀,你有见过我的赛罗爸爸吗?就是头上长了两只脚的人,长得很帅气。 小赛罗啊,我可没有见过赛罗,我倒是见过一个黑不溜秋的人,一看就是坏人,肯定不是你的赛罗爸爸,你还是换个地方去找找吧。 于是小赛罗离开了海里,又跑到了山上去寻找赛罗,就在前面碰到了一头九尾狐狸。 狐狸姐姐,你有看到我的赛罗爸爸吗?就是头上长了两只脚的人,长得很帅气。 这我可没有见过,我只见过一个黑不溜秋的人,长得也不好看,我估计那不会是你的赛罗爸爸。 哎呀,我的赛罗爸爸,你到底去哪里了呀?我记得你以前最喜欢听我唱歌了,我现在就唱首歌给你听,你听见了可一定要出来啊。 小赛罗呀,我现在已经不是光明的赛罗了,我只是一个黑暗奥特曼, 没人会认识我,也没人会在乎我,我只会给你丢脸的,你快回去吧。 赛罗爸爸呀,你到底在哪里啊?不管你变成什么样,我都会找到你。 你们有谁看见我的赛罗爸爸了吗?如果有谁看见,一定要告诉我,也告诉赛罗爸爸,说小赛罗想他了,拜托了。 好快点吧。 谢谢大家